恐龙 欢迎大家来基隆玩 谢谢我们新北市的好朋友 谢谢大家 基隆恐龙生态园区 赞 市长谢国良和来访的新北市副市长刘和然 跟多位新北市议员 在三角龙前面开心拍照 在深入参访朝静公园的恐龙AR生态园区后 都相当赞赏市长谢国良 发展观光的创意与行动力 还蛮特别新奇 还不错 小朋友看得很喜欢 非常的好玩 然后恐龙长得也很好 很可爱就对了 我们也有拍照留念 开心跟国良市长来参观这个恐龙AR 现在只是市营运 感受就让人家非常的舒服 看到小朋友来那种喜悦的表情 我们就知道国良市长 其实每次跟他谈话 都从他这边可以获得很多的创意 把一个原本是一个垃圾山 变成一个我们生态园区 现在又有恐龙AR这样进来 我想对于我们基隆市民来讲是一个非常棒 很好的一个休闲地方 还有新北市议员说 新北要向基隆来学习 也要争取设立恐龙公园 造福新北的家长和小朋友 因为9月底要开议了嘛 我相信我们等一下议员都会把手机拿起来拍照 而且就会放在我们议会质询的背询内容里面 抱歉了 基隆有的 我们新北一定要有 我们要为新北的所有好家长 所有的爸爸妈妈争取跟基隆一样的 所谓的恐龙公园 对啊 说好不好 好 所以自从这个谢市长当了基隆市长之后呢 我就发现基隆变得好好玩喔 像这个大五轮啊 然后或者说像现在这个恐龙园区 因为我有非常多的这个脸书好友 或是IG好友呢 都是小小孩的爸爸妈妈 他们就一直刷板 就说最近又多了一个什么什么基隆的这个恐龙园区等等 大家一定要去踩点喔 所以小爱爸爸真的是非常懂市民的心声 根据现场观察 在朝庆公园的基隆恐龙AR生态园区 成功吸引了各地的亲子朋友 前来拍照玩耍 可说是北宁路边坡日前发生山崩后 再次成功地将观光人潮带进朝庆公园 恢复往日的荣景 也带动了周边的观光经济发展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然后再次进行 的时候再次进行 的时候再次进行 转发展 就是 跟这种换台